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都还没看清楚 后面又窜出好几只 吓得驾驶人紧急刹车 我见过都几只的了 不过有一只就很大只的 真的那只如果杂棘人 可能会有点危险的 金猪年目睹大猪带小猪 在街头逛大街 这对香港民众来说 本来是喜事已见 不过近五年来 市区内看到野猪的案例 突然暴增两倍之多 原先居住在新界郊区的野猪 一头重达两百公斤 身长可达两公尺 横行金融区和香港国际机场 已经造成交通危险和民众恐慌 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 数据显示 去年超过700件投诉野猪的案例 其中四成都和民众喂食有关 而香港是全球数一数二 都市密集程度高的地区 丛林和市区只有一线之隔 爱心喂养和邻近自然环境 两者可能是造成野猪肆虐的 主要原因 野猪问题一年比一年恶化 香港政府积极着手处理 愚农自然护理署就提出 在猪肢身上植入晶片 追踪族群移动路线 或在母猪身上进行结扎手术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呼吁民众 尽量避免喂养野猪 以免数量不断增加 造成失去的混乱 大爱新闻养情编译